诞生于1952年的上海民族乐团 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 在现任团长罗小兹看来 乐团的历史离不开中国江南私竹乐的发展 江南文化的滋养 孕育出了海派民乐 开放、创新、包容的特质 上海民族乐团精致、细腻、开放、包容的特色 也与这片土壤息息相关 2018年上海民族乐团海上声明乐音乐会版 登上了欧洲四国八成的全球一流音乐厅演出 收获的欢呼与掌声 不要与任何一支国际性交响乐团 彼时坐于观众中间的罗小兹 感受到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明乐音响世界的陌生与熟悉 陌生的可能是我们的乐器 我们的音色 我们的编制 我们的曲调 熟悉的可能是这个乐队的形式 甚至是某一些作品当中的一些和声和肢体的运用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情感 很多观众听完音乐会之后 他们说我想去中国 我想去上海 一直以来明乐都是中国江南一带民间生活的娱乐方式之一 明清以来热爱音乐的江南人从丰富的江南曲艺 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 逐渐发展形成了江南私主演奏形式 近代上海开部后 更是汇聚了来自江南各地的私主乐爱好者 上海民族乐团成立的1952年 这样的一个年份 一方面说明国家对民族音乐的重视 同时我觉得也是民族音乐在上海 它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 乐团成立初期的时候呢 汇聚了一批当时在上海民乐界 应该说是民乐界的精英大师 像笛子陆春林 琵琶孙玉德 顾琴张子谦等等 所以逐步的就形成一个综合性的 吹拉弹打四个声部 比较齐全的这样一个乐队 建团初期的小放牛大联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喜报 山村变了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花木兰长城随响 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曲目 似乎也勾勒着中国明乐风格的风云变化 近年来海上升明乐 共同家园等精品力作 跟着乐团在世界舞台上意义身辉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变 经济在发展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国家的建设越来越好 其实国家强则文化新 我觉得明乐的发展和变化 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 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海派明乐人的 这样一种初心奋斗和追求 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哪个时代 都会有代表的作品 都会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会涌现 民族音乐国际表达和当代气质 我们这几年创作和演出的一个理念 就是这十二个字 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 有着数千年历史和传统 是展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 在罗小次看来 把握住变与不变 就把握住了中国明月的未来 中国明月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的 比如说我们要坚持 以中华民族价值为母体的 这样的一种创作观 因为它是我们的基因 但同时我们一直要创新求变的 它一定是在新时代审美与境下的 一些新的语言 新的形式和一些新的手段 我觉得把握住变和不变 我们就把握住了中国明月的未来 而且我觉得中国明月的未来 它一定是需要跟观众 跟人民紧紧相连 它一定是需要跟国家的发展 和命运紧紧相连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